去年六七月我去伦敦短住了两个月 有很多人问我是去出差还是留学 其实都不是,我只是去上了两周的课程 本来我的计划是一个月旅行,一个月上课 但由于学校的状况变化太多 最后我只上了两周的课程 很多人对我在伦敦上艺术短课程的经历感到好奇 也有些同学想去上课 事实上去上了之后我觉得并没有那么推荐 但我还是对自己当初有去上课的经验感到很满足 所以未来我会整理一支影片专门回答这个问题 有兴趣的人或者是有疑问的同学 可以在留言区留下你们的问题 去伦敦短住的决定有点仓促 我大概只提前了一个月找房 伦敦的租房诈骗很多 Airbnb也漫天寒假 所以我最后选择在西山区的台湾人开的民宿 只需要汇台币订金就好 而且跟台湾人交涉也比较有安全感 这个民宿离市中心大概有30到40分钟的地铁路程 位于一个安静的纯住宅区 在这里我真实地体验到了伦敦的生活 因为后来在这个住宿有一些不愉快的住房经验 所以我决定不分享民宿的名称 如果再让我去一次伦敦 住宿问题仍然还是一个大烦恼呢 抵达伦敦的第二天 我决定先预习一下上学的路线 毕竟民宿就要开课了 从我的民宿到学校大概要花上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位于国王十字车站 一开始跟着地图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超级错愕 因为眼前就是一个被小孩挤满的喷水广场 Grenary Square 还有DJ住场的露天咖啡厅 假日小吃市集等等 完全找不到学校的影子 只能兜兜转转 最后才发现 原来整个学校被一圈咖啡厅还有餐厅包围 红砖墙的后面才是伦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学院 来英国第一天就有一种 很厌世的感觉 比较像美国那种感觉 蛮乱的 所以就觉得好像蛮厌世的 很厌世的感觉 经过发现妈妈好像有类似学生的沾览吗 想说可以进去看一下 今天想到菜藥系的器官也有第一個桌球組 今天來逛 總的就是他們的燕州生的展覽 然後我現在想要做車輸科分園 就是有表演 然後好像是一個中空的 然後中間這裡的市集好像 因為現在已經有點多了 他們都在收湯了 這間餅乾店怎麼回事 大排長龍也 找到誰吃了 我要去吃飯了 點到了 好久沒吃了 我上一次吃的時候也是我獨自旅行的時候 我記得是2018年的聖誕節 然後我去吃加哥 而且我那時候還不知道原來ShakeShake是很有名的東西 我只是因為吃加哥那天晚上好像是太冷 然後想找一個地方遮風餅 所以我就趕快衝進那間漢堡店 吃完的時候我就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大家就說我說你吃ShakeShake 我大傻眼想說什麼ShakeShake 我點ChakeShake 然後它的肉是雞香肉 所以我來跟大家分享今天又買了些什麼東西 第一顆是這個 那我在買的時候超害怕它不好吃 因為都是你沒有看過的牌子 你就會想說 如果是日本的話我覺得還好耶 因為日本感覺就 我不知道他們很會廣告 還是因為大部分 八成日本的 開品牌什麼的台灣都會進口 只是在台灣比較貴 但至少你知道那個是什麼東西 就你在台灣見譯就看過 但這裡的話是八成以上的東西 都是你沒看過的牌子 然後你知道在台灣都會採雷 何況是在國外 然後我也很怕買這麼大一包 吃不完怎麼辦 這是草莓跟櫻桃口味的櫻桃本人 有夠酸所以我覺得配優格應該會蠻好吃的 但它不是脆的 所以我一開始想說 什麼味道這樣 它的補物好像沒有到很甜 但我覺得OK 就是沒有怪味 然後第二樣買的東西呢 加很多了嗎 Dr.Martin's 原因是因為 學校其實有邀請我們準備 很堅定的靴子 但是我沒有注意到 只是我覺得 你們在這邊買的價格好像沒有 比台灣便宜多少 就便宜一點點這樣 一點點 我覺得 在美國很可以 尤其是感恩節的時候 我那時候買 超便宜我跟我男友的 馬丁 我們兩個都是大概兩千到 反正四千以內的這個價錢 買了一雙很特別的 其實我原本完全不是要買這一雙 然後我進去的時候是直接把這雙掠過 其實我現在看這一雙 我也是覺得還好 我是看到店員腳上穿這雙 很好看 它現在有那個很亮的黃色的這個線 但是這個線就是會隨著時間變深 變得有點髒髒的 這時候呢它就會跟這個有點融合 然後這個皮又會穿軟 穿軟之後就沒有那麼的shiny 所以整個就會變得非常的柔軟跟復古 就是失控 其實我覺得這個好像比較適合我 因為我那一雙就是高筒的紅色的靴子呢 我覺得在冬天很ok 把你當雪靴之類的好像蠻ok的 夏天你單穿的時候想我比較矮 我就會覺得腿太短 在冬天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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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了 走來學校旁邊這個小小的商場逛逛 大家看來它就是有像Cost啊 然後什麼eSup啊 大家比較熟悉的品牌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賣餐具廚具的 又有一些咖啡廳 我今天中午就是有一點點找不到吃的東西 然後我最後是在這個商場找到的 在這個商場間 先用來熟悉的品牌 喜歡這個商場才能四個都是第一位 是來自這個商場 選擇和家鋒的東西 切成面給你衣服 然後切成面能用來跑 很可愛 再重新鮮水 然後切成面 阿滋 habitats 現在的店大概都四點五點就關了 所以我就打算在這之前來附近談談店 我現在逛了一輪之後還是不知道明天要吃什麼 好煩躁喔 PRECRET 所以感覺到處都有這間 我覺得這個 看起來培根 它只是有一塊培根掉到外面 看起來很滿而已 就整個我穿過一塊 就在那邊看起來很滿意 就在那邊看起來很滿意 很滿意 是不是很滿意 是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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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 買了一個麵包 我猜吃 去學校 你又買了這種時代 spokesperson 你連戲店 全腦袋 這個 adam 第一步 第五 營養 第一鮮 我只需要一杯咖啡 因為我剛買了一顆麵包 和馬咖啡好喝 夏天好像在這個河旁邊都有 波底或過網球之類的 在這邊 乾杯 就要你把跨地蠻弱當作精準 好吃的話那代表其他麵包也可以吃吃看 在這裏面中的主題上 是 我為了 是 好 我為了 我為了 就是下雨 沒有人的戶外 這才是我以為的倫敦 下雨的倫敦 謝謝 謝謝